示范八级拳 他是洪篤昌前七海官邸示威官 担任过官邸的警卫组长 上校退役 近期曾培训国安特勤人员 担任武术教官 洪篤昌年轻时就练了大内八级 练就一身金石身材 进入官邸担任示威官 保护元首的起居安全 蒋经国总统过世 当时他担任台官人员 我绝对拿我生命当保证 我如果是毁业台价的话 他随时可以告我 麦军宅闹出争议 当时他说自己是军人 讲求诚信 但检调却查出 他近期涉入一桩卫钞集团 以贾美钞存入银行 再提领新台币 得手八千万 而洪篤昌 就是提供贾美钞的来源之一 他也多次进出大陆 甚至可能跟大陆官方 这边的人有接触 那时候检调机关 就有在怀疑说 他会不会是跟大陆 伪超集团有接上头 还有不愿曝光的朋友说 五年前就曾听他表示 有关美金的问题 洪篤昌过去是保护 国家元首 担负重任的示威官 退休后 却涉入了伪超洗钱 让昔日英勇风光 蒙上了一层灰 记者杨中盛哨子养 跳不到